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今天请我71岁的表叔帮我运建材 见我在拍他 他有些不好意思 沙子买好后就去买钢筋 原来钢筋是在秤座上集中的 师傅说现在加工的叫钢枯 材料装车天色健碗 现在是原材料最昂贵的时候 我调皮的跟老板砍价 老板说优惠3块 由于天黑路斗 我一路跟在表叔车后面 确保安全 到家已经9点多了 两个侄子拔河一样的帮忙卸了一吨半的钢筷 辛苦了 早上天刚亮 装和水梨就陆续运到了 师傅说卸一袋水梨5毛钱 生活不易 加油哦 打工人 由于我自己设计的图子 超出了省批面积 表叔又根据我的想法临时调整 确定图子后开始测量 打妆 划线 徒手划线 这还是个技术活哦 华丸线发现走廊太窄 于是又重新规划计算 最终确定施工方案 嗯 你不是不爱电视 你这边这边咱 这边因为这边开得到门经 我是 叔伯们辛苦了一上午 给他们送点凉白开 看他们那么忙 我也不能闲着 找了个机槽自己就动手了 万万没想到跳了个地是最硬的 啃都啃不动 只好求助二伯让他帮我一起挖 我说的是我能过头了呗 哈哈 看看我这个门外汉 活干的怎么样 忙忙碌碌一整天 机槽的出行出来了 明天就可以浇注混凝土了 持续更新 别走开哦